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华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 最近因为亲戚家有人种这个温室的美龙瓜 所以就有机会尝到优质的水果 那么也聊了这谁种的 那么除了六十多岁必须交棒他带头种之外 有二十岁出头跟着学怎么样来栽种 有机会前两天看见这位青龙 他分享他开着无人机师做的专业之外 顶着南部嘉义的大太阳 那么在他的脸庞闪耀着对这份工作的喜爱 他脚踩着他们家的土地 好的那这里其实今天重点是要带到过去二十多年来 我们微笑台湾 走访许多地方发现这个地方创生 有些人所做的超乎我们想象 我们今天再度邀请总监李沛叔来分享 二十二年后的现在这些地方的变与不变 非常欢迎总监你好 嗨 宁丝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刚才我特别提到这位青龙 其实是有意思的一个对照 因为微笑台湾二十二年来 这等于将近一个世代的 那么再回看一些地方 有些人持续就继续在坐留下来 或看到有些人做的一些事情 连结地方还有更多的串联 我简单翻阅了几集一些人物的报道 也非常的感动 也很压抑 他真的好厉害 那你们最新出版的微笑台湾夏季号 我们的生活在地方 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自言力量 就是地方有一些人做的事情 非常的不凡 有无穷的希望 关键在于有了这些人 所以地方不一样 所以在这一次特别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录是吗 对 没错 因为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向台湾就像刚刚Nancy讲了 我们今年迈入第二十二年了 那其实很多人最常问我的问题 就是说台湾这么小 然后你们讲368个乡镇 都已经讲了二十二年了 讲不腻 然后不会没有东西可以报道 然后我都会回答说 真的 如果你十年前问我的时候 我其实是打一个问号 但是十年后 我再重新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大家 真的 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 非常有能量的报道 每个地方因为人的关系 它不断的在改变当中 那也因为人 有人回去 有人移动 然后也因为这些地方 有这么多的人关注它 那它就会产生一个慢慢的改变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 台湾很多人都很喜欢台东的池上 对 然后我们讲到池上 一定就是那种心目中的美景 就是一望无际的稻田 然后连一根电线杆都没有 然后或者是大波池 那甚至或者是到了秋天 大家一定都会想要去看的 秋收的池上的音乐集 它是在一片稻田当中 可能是唱歌 然后可能是云门舞集的舞蹈的表演 然后是在一个天照地色的美景之下 然后后面就是海岸山脉 你就会觉得 哇 这么漂亮的地方 为什么可以十几二十年的不变 它是做了什么 难道没有民宿业者 想要把房子盖在美景的第一排吗 难道不会有人希望在里面 做一些什么事情吗 我觉得一定有 但是为什么它没有改变呢 一定是当中的人 有一个共同的想要守护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地方 可以让我看到这么有能量的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或者是价值的时候 很多的问题 你都可以找到方法去解决 那所以再回到刚刚Nancy讲的 就是说我们在讲地方创生 其实与其说我们在讲地方创生 倒不如说我们在讨论的是说 如何让我们的家乡可以共好 让我们的家乡可以创生 让我们的家乡可以永续 那这件事情不是只有说 在地方上的人努力就好了 他可能需要工部门的协助 他可能需要企业的参与 那甚至说他可能需要 学校跟学界的一些的研究 来去帮助他们 更或者是说有一些 我们讲的地方创生团队 他在里面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需要外部的重要关系人 去support他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本杂志 就是在去解构说 地方要好台湾才会好 但是地方要好的时候 你的角色 每一个角色扮演的工作就很重要 你要做什么事情就很重要 你要做的这个角色扮演就很重要 所以我们梳理了六个角色 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地方创生团队 公部门 学界 外部的关系人 甚至基金会 他们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那至于他要做什么 他要怎么做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 好好的来聊一聊 非常谢谢总监带给我们 我们的生活在地方 特别是要解构地方 创生生态系 有六大的角色 大家一起来 不是只有地方的人 他想要这样做 就可以 其实要有一些力量 或是资源愿意进来 但是大家互相连结的话 就会带进来 但是怎么样来做呢 我们接下来 我想就来分享一个案例好了 不要说案例 分享这样子一个 让我意想不到的 我曾经到这个湖口老街去 我竟然没有发现他 我太没有眼光了 但是看到 你们特别还报导他 卧虎长龙 是是是是 他二代接班 就是蛮多都是 我听到的故事 就是说 没有人传承 然后可能父母亲的呼唤 就回来了 有些是心不甘情不愿 有些是 好 我就决定这么做了 他做出来的 真的是蛮让人刮目相看的 好来看这位在湖口的 他在这个木炭工厂长大 就回乡接手 快要撑不下去的这个家业 来看看这位 从怎么样把这个废财呢 也能够做出非常好的企业 滚动循环经济 政府也有口号 也有政策了 但是从他们家的家业开始 他竟然可以串联到企业 我这个企图心非常的大 但是他真的做到了 来介绍这位城伟城 好 这个来自新竹湖口的伟城呢 他们家呢 过去就是在刚刚讲的 在做木炭的 烧木炭的 所以他们有一个制炭的工厂 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是说 三四年前做这个 好像是一门生意 但是三四十年后的今天 大家现在又不用木炭烧饭了 那这个木炭顶多就是中秋节烤肉 我们烧肉店用得到 那这个不就是细洋产业吗 然后你还要年轻人回去接班 要怎么接 我们其实报导过很多很多这样的 一个返乡或是二代接班的例子 但是这一次会把它放进来 这一刊特别 就是我们这一刊 应该算是二十二年周年的增长版 我觉得它其实有一个 蛮跨时代的意义所在 因为我觉得它应该算是 走得很前面的一个品牌 它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细洋产业 真的是完全翻转过来了 反而变成是一个永续 而且是循环经济的产业 你应该会觉得 哇很shock 就是你烧木炭 它原本其实是对环境有污染的 对 因为烧出来就是黑烟嘛 那你要怎么把它变成循环经济 它很聪明 这一个年轻人伟臣呢 他会回去接班之后呢 他就意识到这一点 他不能只是在很辛苦的 烧木炭卖木炭 这样的话 未来一定是收掉 他可能要是想办法找别的工作 所以呢 他那时候就去想了一个办法 然后当时其实他的阿伯 也有这样的一个技术 所以他就想说 让他烧木炭好 那把烧木炭的那个烟 收集起来 就可以变成木炭益 然后木炭益呢 它就可以变成很好用的 天然的清洁用品 所以他其实后来是 透过这个贩售 木炭益的清洁用品 把他的家业整个撑起来 是 那不过呢 只有这样子 好像也还不够 因为就是只有 停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 你也不能说 真的与时俱进 或者是说 为虎口这边 多做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他想到了一个 更往前面走的下一步 就是他去找了非常多 木料 收集这些木料 因为你看我们要烧木炭 不是本来就有一些木料来源 才能够做烧制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木头 好木头也拿来烧 坏木头也拿来烧 他其实可以分门别类 做出不一样的运用的 所以他就想到了 他就把它做成一个木工厂 他进阶去弄了一个木工厂 然后这些木工厂 他也认识非常多的 这个传统的木业的师傅 对木工师傅 然后他就是免费的开班授课 所以你想要去学木工 一技之长的话 你就可以来去这个工厂报名 那你就可以 譬如说先从磨砂开始 然后怎么样去锯木头 然后怎么样去设计 最后他可能可以变成一个桌子 一个凳子 一个家具 一个定制家具 好那你所有在那边 完全都不用付任何的学费 然后你也可以不用负担任何的材料 因为这些材料都是他收集回来的 他的人免费让你在这边学一技之长 但是你做出来的东西呢 他会帮你在他的平台上面销售出去 他销售出去 对 卖出去之后他还分润给你 对 然后是不是很棒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的是 它第一个 它让人愿意回到这个谷口来 学一技之长 然后也许你学到这个一技之长之后 你就有机会留在这个地方 真的 只有自己好 你没有向外来宣传好了 就说我有这个木工方面的技术 你可以来学 而且我是免费让你学 没有人知道 就没有办法拓展出去 那今天一旦有人进来跟你学的话 也许呢 就会培养出几位 对这方面有兴趣的 以后成为未来的木工师傅 而且他还在前端的部分 就是完全自己 让自己的成本都自己来吸收 那之后呢 变成成品之后 还在他自己打造的一个销售平台 来帮你卖出一个好价钱 就是一个共享经济的概念嘛 没错 没错 而且他这等于是已经过去已经停摆了木工厂 又可以让他恢复这个生产力 我觉得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而且像目前呢 在这整个木工的教育的体制之下 他的木工坊已经有700多位学员哦 而且他已经培育了当中的12个人 他都已经可以成为一个 可以担当独当一面的木工师傅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在想说地方创生最重要的就是人 然后再来就是生产这件事情 那他两件事情都是不断的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去为地方做培育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讲到他做的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你可以光想就知道 你如果只有卖这个木桌仪产品 然后你又要养一个木工厂 想必是没办法赖以为生嘛 所以他其实另外一边又开始着手跟企业合作 那我们刚刚谈到 他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就在新竹 新竹呢 他最多的就是什么 科技厂 科技园区 然后科技园区里面有什么 很多的树 那这些树 对 这些树需要被整理啊 因为就像我们街头的行道树一样 也需要修支嘛 也需要管理嘛 对对对 那科技厂 科技园区也是一样 那他每年可能原本都会花一笔预算 请外面的这些厂商来去做修支 那修支完的这些又变成一个废料 他还要花钱再去清运 但是当这个企业厂找到的木作达人就不一样了 他可以帮他找到最专业的这个潘树师来去帮他们做修剪 修剪之后的这些废材呢 他就可以依照刚刚我们讲的一个分级的状况来去做分门别类 有一些呢就可以把它做成家具 那有一些呢就可以把它烧成制成碳 然后有一些就把它做成木作艺的产品 然后来去回馈给我们的企业 那这些企业有一些他就认为说 哎我不需要啊 那木作达人就说没关系 那我帮你捐出去 因为木作艺他们有很多很棒的产品 包括说洗衣精 然后包括说除臭 然后帮那个猫猫跟狗狗洗澡的这些清洁用品 所以他就干脆把它捐给那个公益团体慈善机构 流浪猫狗的基金会 对然后再把这个捐款的证明 或者是捐赠的证明也交回去企业主的手上 那我觉得这个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个 一门永续的好生意 我觉得这是一件让人家很振奋人心的事情 就是我们过去可能就觉得说 买卖不就是这么简单 我给你什么的话你就负担我什么东西 但是其实当你多想一点的时候 多为这个地方想一点 多为环境想一点 然后多为在地想一点的时候 你其实有非常多的契机 可以成为你的商机 没错 我听到伟承这么做 总监的分享 就觉得说他不光只是自己好 他要连接到企业 这个部分我就觉得他的雄心壮著 觉得不太容易要打进科技产业 但是他却用这种方式 即便你觉得说这些东西并不需要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提醒 就是企业你要进所谓的社会责任 其实你也可以这么做 我可以教你这么做 类似像这样一个做法 所以 Nancy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 因为我们过去在谈说企业要进社会企业责任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讲的就是OK 我就是捐钱 我就是赞助 或者是说好 那我可能用心一点 我去带领我的员工一起去敬摊 对对对 对对 大概就是这些可想而知 但是其实该迈出下一步的时间到了 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过去的模式或者是思维 还有什么可以帮地方多做一点 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 也许地方创生团队就可以来成为你的助力 它不是说只是一个捐赠的关系 它应该可以变成一个联手合作的关系 大家是平起平坐的 我可以帮你加值你在做的事情 那你也可以让我成为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经济的来源 让我为地方做更多的事情 我觉得这才是未来要共好的一个方向 没有错 伟臣做这件事情了 真的很令人刮目相看 他这个接手家业到串联企业 所推动的是一个循环经济 那么在个人占武的同时 他也把这个产业继续延续下去 牵起地方的手 接下来要来谈在台东 这是联谊人文化基金会 那么要从这个创办人朱平跟陈玉民说起 好像是在2010年在台东创立 哇这个13年前的时候 创立这个当时的情况又是怎么样 他们这个联谊 我想这个从字眼上看起来 就是说即便一刚开始只是小小的一点力量 但是希望引起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吧 是没有错 因为其实这个创办人朱平跟陈玉民 他们两个其实都是企业家 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肯梦 美髮沙龙的这个品牌 那过去呢朱平先生呢 就是这个肯梦的创办人 那现在他跟他联谊人的共同创办人陈玉民呢 他们就是住在台东为主 那就是台东跟台北两边跑 但是当一个企业家来到地方的时候 他会看到这个地方 哇怎么这么美怎么这么可爱 但是同时也看到他比较辛苦 或者是有困境的地方 那你知道身为一个半退休的企业家的时候 他当然会希望用自己的一些力量 过去的可能是人脉啊 或者是说经营的这个理念 可以为地方做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才有了这个联姻人文化基金会的成立 好那成立了之后呢 他其实在前几年开始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联姻人的计划 然后这个计划很有趣 他想要做的是说 他要把这些做地方创生地方品牌的创办人聚集在一起 然后用一年的时间呢 来去协助他们 协助他们做什么呢 就是让他们能够面对自己 然后看见自己可能接下来会遇到什么问题 然后可以怎么解决 让他们去强化他们的内心 同时也能够帮助他们在做的这个事业 可以更加的健全吧 是总监呢 一刚开始可能要给他们一些资金的支持吗 我觉得其实资金倒不是第一步的重点 对我觉得反而是大部分的在做地方创生或者说地方品牌的资金反而不是最大的困扰 因为现在你知道银行的体系其实也是蛮健全的 或者说公部门也一直都有在协助 但是他们困扰的是有一些事情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比如说管理好了或者说跟地方上面的沟通 这些事情好像不是我们在都市里面可以想象的 你要知道就是在那种小地方 你的国中同学他可能也在跟你做同样的事业 但是我现在遇到这个管理的问题我要去问谁 就其实还蛮求救无援的 但是联系人基金会他们又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大家都一起生活在这边 那你如果没有办法互相帮助的话 其实很难共好 那没有共好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圈 然后就没有办法建立一个这样的循环 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好了 你可以想象就是在台东那个地方 很多观光客户去那边玩嘛 对不对 可是一旦假设像是疫情的期间 没有观光客来的时候 这一些靠观光的人 对 怎么活下去啊 是 所以这就回答到我们刚刚要谈的 自给自足 经济圈这个问题 如果在那边的餐厅 在那边的面包店 甚至在那边的民宿 都有在地人自己的支持的话 其实就算没有外面的人协助 他们还是可以过得更好 那外面包括是旅行的人来到这边的话 就是帮他们在不断的往上加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就是你要先知道要怎么样在地 自给自足 那所以他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念吧 然后就开始开启了这个所谓的共学团 他把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些做地方品牌的创办人 聚集在一起 然后呢 因为朱平先生 他是负责企业跟这个商业模式的部分 所以他会用比较理性的方式 跟大家讨论说 最近有遇到一些什么管理的啊 或者说商业模式的状况 他可以来协助大家 那甚至可以导入其他企业的资源 来去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媒合 那陈玉明女士呢 她是学的是企业的coaching 她会带领你去面对自己的问题 所以那一次我参加他们的共学团很有趣 我就看到 他是怎么带这个小组共学的 就是他会请每一个创办人提出各自 觉得又重要又急迫的问题 有些人就会讲 最近好像面临到组织必须要扩大 但是我都找不到人才 也有人就讲说 我是教那个学校小朋友 或者是说在地小朋友 怎么样去玩那个风帆 SUP水上活动的 但是我教完之后 我当然是希望他可以留在这边 然后长大之后 也可以变成这个海洋教育的一个种子 但是没想到我教完他之后 他因为得奖了 因为就是学得很好 得奖了 所以他决定要去都市发展 然后我就听到他们就是各自有各自 面临到成功的部分 然后气馁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我们台湾各地正在发生的现况 你可以想象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做事情的 但是要讲出这种自己的弱点 其实会有一点不好意思 所以其实这个基金会 它就是建立了一个这样子 一个地方 大家的互相彼此信任的制度 我觉得很重要 当你在这个小组 大家彼此学会信任 走出这个共学圈之后 在现实的生活中 我有问题我也会愿意跟你求助 然后或者是说 我们两个很好 我们下一次可以不要一起合作什么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在地的共好跟共事 就慢慢的形成了 我觉得他们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让台东这个地方 慢慢的长出自己的生活圈 自己的经济圈 自己自主之外 然后可以一起做地方品牌 真的蛮不容易 没有想到说两个半退休的企业家 他们会选择在台东 像台北台东两边跑 而且他们重点是 把他们的企业经营的一些新法或理念 就会带到这边来来协助他们 在地的企业到底面临了什么样的困境 以前或许自己摸索 到后来可能走到真的没办法了 也许就会收起来 现在透过这个基金会 可以帮助你解决蛮多问题的 而且刚才总监你有带到一个这个共学团 我觉得要信任不是那么的容易 也就是说企业之间本来就是一个竞争不是吗 对 没错 但是怎么样 我来帮你一下 你也来协助我 这个蛮不容易的 我觉得透过他们两个带领 好像这个东西变得慢慢的清楚可见 原来我们不是只有竞争关系 而是竞合 就是我们是良性竞争 但是我们又可以互相合作 我觉得这才是地方的未来 因为如果只有竞争的话 到后来就看到的是恶性竞争 你卖的便宜 我要卖的比你更便宜 你卖这个东西卖的很好 那我也要来学你卖这个东西 我们常常看到台湾很多的事情 原本很兴盛或很热门 为什么会往下掉 其实都是因为这样子一个恶性竞争 但是是不是可以从地方开始 我们就学会怎么样共好 怎么样彼此信任 然后一起往这个地方好 我们大家都会好 我们要大家相信这件事情 才有可能再往下走下去 而且我觉得朱平先生跟陈云敏女士 他们谈到一件事情 让我很惊艳 他们在讲说 在城市里面可能要先吃饱 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过生活 要先赚够钱嘛 我们才能够去打造我们的家 才能够过一个我们想要的生活 但是你知道在地方是相反的 在地方上面其实要先 make living 对 才能够make life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 大家其实是为了要在台东 寻找他们想要过的好生活 然后慢慢的就会发展出 我可以在这边好好生活的模式 这其实是相反的 那过去我们可能在都市 比较不太能够体会这样的感觉 但是到了地方上之后 你会有很多的人生哲学跟体悟冒出来 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成功的案例 并不是为了赚钱而去成功的 就是大家的初衷都不是为了去赚很多钱 而是我们有一个初衷是说 我觉得做这件事很好玩 或者是我做这件事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或者是我做这件事可以解决很多人的问题 然后慢慢才就发现说 对我做这件事我把它做好了 这个经济的收入就慢慢的进来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地方上看到 你先学会好好生活 再来你就可以真的安居乐业在这边 找到你自己可以生活的模式 我觉得这个是相同的概念 对怎么样好好生活 我觉得基金会就是带给这个地方 有发展自给自主的一个经济 能够继续撑下去 然后会带动很多人愿意让这个地方共好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就像 您的报道所写的 就是会重新去探讨生活工作使命的一个课题 我觉得真的在台东不一样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最近才到台东去 他是花莲人 他说看到台东怎么这么美 连他这么说了 我都觉得你是花莲人 都觉得台东很美 看到这样的地方 你一定不想破坏 不想有更多建设 但是在地如果说长出很不错的守护 这块土地的一些品牌 或是企业的话 他们一定会好好守住这块地方 我觉得在今天节目当中 能够分享到 联谊人文化基金会 他们2010年所创办的 那么带给台东一些想要有品牌打造的民众 可以到这样的平台来 让自己的问题不但能够获得解决 而且还能够让自己往这个企业经营 一步一步的迈进 那么因为有两位的企业家 带着他们往前走 非常谢谢这个基金会 同时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在新竹湖口 那么陈伟成他接手家业到串联企业 他的一个从内心发想了很多 你会觉得不可能 但是他却打造出来一个循环 经济让地方共好 好我想有新的力量持续加入某些地方 也让地方创生是源源不断 迈向地方共好 非常谢谢微笑台湾挖掘 这些人有些提醒 有的还默默耕耘 非常感谢微笑台湾总监 李佩书今天的分享 谢谢您 谢谢 谢谢Nancy 谢谢大家 好以上就是今天 两安局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华丽节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时间 空中再会